诸位云端全球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第23卷 十回相品 在这个十回相品里面 菩萨教我们如何发起 殊胜广大的大愿 所谓回就是转 向就是去 我们用台语讲啊 就是顿起 转到哪里去呢 在佛法里面 我们这个回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做任何的功德乃至于一点小善 我们都要懂得回向的观念 那所谓的回向 就是转自己所修的万恨 而去向三个对象 第一个是众生 第二个是菩提 第三是实际 这三个众生 菩提乃至于实际 在开为实 回向众生 等于回字向他 回少向多 回自己的因地修行 而向他的因地修行 回因向果 回列向胜 回彼向正 这是回向菩提 我们所修的一切的万恨 他都要有一个结果 那我们希望呢 如是因 如是果 能够透过回向 让这个结果 可以圆满的产出 回列向胜 我们一个人修行 总是力量是有限的 那我们借由自己发大愿 让这个一个人的小小的心 能够转变成大大的愿 回彼向正 过去对于这种修行善法 它的功能 效果是如何 是依据自己的善根 听闻佛法 相信佛陀讲的没有错 但是是不是真的 能够证明自己 所做的是没有错呢 所以回过去的比拟的心 而向到亲自证明 诶 这个诸佛菩萨所言不虚 所以这个是回向菩提 第三个回向实际呢 就是我们所有做的 事项的差别 都要能够回到实际理地 这个究竟不二的这个奋极上 实惠相品 就是在教导我们 做这十种回向 实惠相品的目标 是以无边行愿 顺无边大愿为终 以成就普贤得用为去 这是我们修实惠相品的目标 所以我们开始呢 就来进入实惠相品 二十金刚床菩萨成佛神力 入菩萨至光三昧 这个三昧 是菩萨的至光三昧 有了智慧 才能够把我们所修的一切的法 能够让他成为真正的菩提之良 入了三昧 十方过十万佛 岔为尘数世界外的金刚床佛 一同陷在金刚床菩萨面前 来为他证明 你所入的这个至光三昧 是诸佛神力共佳 也是毕如遮那如来 往昔的愿力 更是因为我们自己过去 智慧清净善根因缘真胜之故 所以有了这三个功德力的加持呢 而能够入这个菩萨至光三昧 来演说接下来我们所要聆听的实惠相法 因此金刚床菩萨从定而起 为一切的菩萨说 菩萨摩赫萨有不可思议的大愿 充满在法界当中 有了这个大愿 不能救护一切众生 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修学去来现在一切佛回向 那所谓的菩萨摩赫萨回向 总共有十种 第一 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相回向 第二 不坏回向 第三 等一切诸佛回向 第四 至一切处回向 第五 无尽功德葬回向 第六 入一切平等善根回向 第七 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 第八 真如相回向 第九 无福无浊解脱回向 第十 入法界无量回向 那我们今天呢 会讲到第一个 叫做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相回向 那这个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相回向呢 我们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个是随向而回向 第二个是离向而回向 随向回向的部分呢 又可以分成四大类 第一 是利乐 救护回向 第二 是 受脑 救护回向 第三 是带众生苦 救护回向 第四 是回拔 救护回向 什么叫做 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 向回向呢 菩萨行 波罗密 乃至于 修慈悲喜舍 等等 无量善根 有了这个善根 他是为什么而修 是为了自己 得到安乐 得到无上的功德吗 不是 他所有的善根呢 就是为了 普能饶意一切众生 使一切的众生呢 也能够得到 佛法的利益 永远脱离三途恶道之苦 等等 无量苦恼 这个就是第一个 利乐救护回向 菩萨摩赫萨 种善根的时候 发愿 自己要成为众生的依靠 不管是成为社 成为护 成为规 成为去 成为安 成为明 成为聚 成为灯 成为导师 或者是为众生 做大导师 目的都是希望 让众生 能够得到 自己善根的回向 而平等 饶意一切众生 希望众生 都能够 证得一切智 那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叫做 利乐回向 第二个呢 受脑 救护回向 菩萨呢 不只是为自己的亲友 来做守护回向 我们大部分的人 在回向的时候 都会回向给自己最爱的人 比如说我们的父母 兄弟姐妹 亲朋好友 那这些呢 的回向啊 是因为我们跟他 有一个深厚的情谊 发自内心的 希望他能够快乐 但是对于不认识的 非亲友呢 甚至于对我们不好的 那些仇人 敌人 冤情 债主呢 我们能不能够 也这么的慈悲 这么的愿意 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呢 那这就是一个考验的 所以在等一切众生 回向的这个地方呢 第二个受脑 救护回向 就是菩萨的功课开始 那这个地方 菩萨怎么想呢 菩萨摩赫萨 与非亲友守护回向 与其亲友等无差别 为什么 因为菩萨入的是 一切法平等性的 这个三昧 对于所有的众生 没有一个众生 不是我的亲友 没有一个众生 不是我的父母 没有一个众生 是跟我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是菩萨摩赫萨 能够对于非亲友 能够有分别的回向的原因 即使众生 在菩萨这个地方呢 起得怨害心 菩萨也能够慈悲的 去看似他 而没有对他有了计较 甚至于成为众生的善知识 就像大海 他不会排斥海川的流入 菩萨 他能够怜悯众生 为什么 因为在菩萨的眼中 没有一个众生 跟他没有因缘 我们有一句话 你的过去 我来不及参与 但是未来的路上 都有我 菩萨的心呢 是希望能够 对于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平等的看似 那在这个 第一个回向里面呢 出现了太阳的辟育 譬如日天子出现世间 我们就可以来观想 自己就像是这个太阳一样 太阳出现在这个世间 普照大地 他不会因为你是盲人 你看不到他 他就不愿意出现 所以菩萨也是如此 他来度众生 他不是因为你会看见他 或者是你跟他 有任何的关系 而是因为呢 他的慈悲 就像太阳一样 普照一切大地 所以菩萨在这个地方呢 他只有做 他自己该做的事情 披上菩萨大愿的甲肘 而自庄严 救护众生横无退转 不会因为众生 不知道报恩 也不会因为众生 很愚蠢 也不会因为众生 做了很多坏事 他呢 就退失了他的菩提心 就像太阳一样 他不是为了 要让大家看到他 而出来照耀大地 而是为了 这个他就是因为是太阳 所以他做了他太阳的本分 菩萨摩赫萨 以诸佛法 而为所缘 心心念念 都是依法而行 所以可以起广大心 不退转心 于无量节中 修极难得的 殊胜善根 接下来 在苦救护的回向 就是因为菩萨看到 一切众生的愚痴 愿意代替一切众生受苦 所以菩萨想 我当于比诸恶道中 带诸众生受种种苦 令其解脱 那当有发了这个愿的时候 菩萨是更精进 因为他既然已经决定 克断所有众生的业力 那他是无怨无悔 所以有很多人说 师父 你们做了很多众生的服务 你要小心 等一下所有的众生 都粘到你身上了 你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用 石灰相品的第一个回向 来帮助自己 披上菩萨的甲肘 那至于众生会怎么样 我们本来就是已经要 克服一切众生 另解脱 那么在这个发心当中 我相信这一切众生 感谢都来不及 怎么还会伤害菩萨呢 所以菩萨他说 一切众生在生老病死 出苦难处 随夜流转 是因为他很愚蠢 乃至于没有智慧 所以我应该要发起慈悲心 把他救出来 救之另得出离 那在这个地方呢 菩萨的动力 就是一个慈悲 那有了这个慈悲 希望一切众生 普得清净 而就近成就一切种智 所以你要普度众生 最重要的是让众生 有智慧 他有智慧 他就不会再做愚蠢的事情 在后面有一个祭送 是非常有名的 叫做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这是菩萨的座右鸣 在第四个 回拔救护 什么叫做回拔救护呢 菩萨摩赫萨的发心 他不会想要成群结伴 叫大家通通都要来发心 我才要来发心 他只有想到 我愿意发心 那在这个世界上 舍我其谁 所以菩萨摩赫萨呢 他在救度众生的时候呢 他是假设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做这件事情 唯有一人 自独无虑 即使没有任何人的支持 我也要做下去 那这个是菩萨摩赫萨的发心 他为了 就广度一切众生 而不问这件事情 有多少人在做 最后呢 在菩萨的修行 他最后要功德圆满的时候 他要怎么样把这一切 对众生的发心 能够真正的转向 无上的菩提 转向实际理地呢 他一定要做最后 这个离向回向 所以菩萨呢 他知道啊 这一切的法 都是虚妄不实 无二无生无灭 有了这个了解了之后 我们的回向呢 也不会图有无上的功德 这个回向完呢 我的舍一得万报 我这个回向的十块钱 我就可以得万万财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现在呢 我们用的所有的用功 所有的善根 都是为了要回向 出世间的不二的法门 所以菩萨摩赫萨 如是回向时 就能够就近无上菩提 离一切过 是为诸佛所赞叹 所以这个是菩萨摩赫萨第一 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向回向 所以我们总复习一下 救护一切众生 是谁向回向 如何救护呢 第一以利乐 友情来救护他 第二为非亲友 乃至于受脑的众生 也能够平等的度化 第三因为众生很苦 很愚蠢 在恶道当中走不出来 所以我们愿意 带众生苦而回向 第四回拔救护回向 即使这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 在行菩萨道 我也愿意做这个回向的功德 把所有的利乐友情的心愿 能够扩大到最大的效益 这是随向回向 那最后呢 还要离众生向回向 修一切善 不执着一切善 度一切众生 而不执着一切众生向 这个就是离向回向 自能成就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的功德 那这是我们今天呢 讲到第一个离一切众生向的回向功德 今天的开示 致此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